王建平今天開記者會 真的是耐人尋味 講了一大堆 他說大家都憂慮初選被做掉 各陣營都擔心 感覺像這說法 就是針對你黨中央 你黨中央可能 民調可能會不公平 他也是說 你不要讓綠營來操弄民調 可能會發生換柱事件的重演 他又說各陣營有人主張退出初選 職工大選或是停辦初選 這又是嚴重了 那再來就是說就是針對黨中央 那另外我們看到 這個就是王金平最近 不是已經這個退出初選了嗎 那為什麼跟韓國兩人 好像又繳在一起 他七月四號跟韓國瑜要直播 很多人就搞不清楚 你不是跟韓國瑜鬧翻了嗎 說他這個忘恩負義等等 怎麼會直播 七月以後跟郭台銘直播 這個大家也許可以比較理解 因為可能是郭台銘也要爭取 王金平的支持 所以很多民眾都覺得 現在是玩哪招 是誰在操弄呢 是王金平在操弄郭函嗎 到底怎麼回事 我這樣子啦 尊重每個來賓的發言 那今天當然討論的是 我們國民黨現在初選 就即將要來產生嘛 不過我這一直這樣子聽下來 我也覺得匪夷所思 很簡單 現在五位候選人 或者是說就是郭或函 他們都是參與國民黨的初選 那既然參與初選500萬的保證金 報名費作業費都已經繳了 當然遊戲規則怎麼樣 就是走走 大家走拼走走 那走拼走走的保證金 尤其是7月15號誰出現之後 不是結束耶 不是中華民國總統已經你做了 重點是我們要團結 要對抗明年1月11號 我們可見的對手民進黨的蔡英文嘛 那如果說柯文哲出來就撒卡都 還是說兩軍隊咧 不管怎麼樣 這都只是一個開始 所以我認為是說誰出現了 一定會盡力的去整合 黨內的一個勢力 那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我相信也絕對不可能 有脫黨參選的部分 所以我剛剛說尊重來賓 尊重來賓的發言 但我就這樣講嘛 我們在這裡沒有想要嘛 如果說真的第一名出現之後 第二名有要脫黨參選的話 我輸大家一百一百杯咖啡 但如果沒有的話 不好意思 在座各位 大家請我一杯咖啡就好 因為這個就是民主的常態 我們就看民進黨的初選裡面 連一個在四月的時候 民調都領先蔡英文的賴清德 因為一拖再拖三拖 結果拖到六月賴清德輸了 但是他也拼著忘了 說尊重這個出現 但是韓粉有可能拼著忘了嘛 沒有我就說 如果說連這樣子 都可以賴清德接受的話 那一樣的道理 因為我們看這次國民黨 國民黨的初選沒有 一拖再拖三拖四拖五拖 所以停飛委員願意的話 我們就來承諾來打這個賭嘛 就一杯咖啡 一杯跟一杯一杯就好 黨中央到底有沒有預作準備 當然如果說韓國瑜出來 好那也許就人家這個 郭台銘不管怎麼樣 至少比較理性一點 但是如果韓國瑜沒有出來 沒有啦 那韓粉對不對 剛別東哥也講了啊 台北市民也擔心 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啊 會不會亂個一個禮拜 今天如果韓國瑜團結 就不會發生黃光琴事件 不會發生這麼多事件 團結是一個部分 但是剛剛我們討論的是說 會有人脫黨參選嗎 那我是想說不會有人脫黨參選嗎 所以說願意的話 各位來賓都可以跟我做這個打賭 這部分當然王金平是不是也看出國民黨的危機了 其實很清楚王金平今天會講這些話 其實從他開始退出了初選到現在 他的心情沒有改變 他就是一直不相信初選 他講的話 你覺得跟今天講的話 跟那一天他退出初選的談話 有什麼不同嗎 他也是說這個整個民調就是幾乎亂七八糟啊 然後這個不按牌理出牌 然後整個狀況就是讓大家都沒有信心啊 就是很簡單講就是為了誰量身定做嘛 所以為了誰量身定做之後 那當然不論誰出現 或是如果真的像他有講的3到5% 跟我們大家所評估的都一樣 跟現在所有的民調也都差不多 你3到5%一定你所有的粉絲 一定沒有辦法接受嘛 不論是誰上 上了之後這個嚇的這個人 他一定說哇這個就作弊 然後呢也一定會有所謂的退黨參選的一個聲音 那孟凱 是不是我們來賭個咖啡 我想孟凱 我覺得賭不賭這不重要 自己的評論自己負責嘛 這都沒有問題 我可以體諒 我可以體諒孟凱的擔憂啦 其實如果是我 我相信我們都不希望 黨的部分是分裂的啦 那基本上我們都站在一個評論的角度 而且很難的說在還沒有初選 然後就有候選人本尊開始對於初選 表示那麼的擔心跟擔憂 這是第一次喔 我們大概都會說 初選絕對是公平 我們相信是公平的 可是我相信這兩個候選人很特別 講的都不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王金比你看他從開始退出選舉 他一直埋伏筆 大家都說他在說什麼真的聽不懂 不要選不要參加初選 還說一定要參選到 你如果說不然他是不是要選白行的 他說不就選總統 大家覺得很奇怪 然後又說不會退黨喔 又說不會退黨喔 好奇怪 今天又出來開記者會講了這麼多 耐人尋味的話 大家都猜半天這樣 沒錯就是說他其實步調完全一致 他就是一開始對於國民黨的初選 就是不相信 但是我覺得他有尬詞 我不相信我就退出啊 你們不相信的人還在玩 然後又說 那個基本上如果初選不公平 將無法接受 不接受又怎樣 然後又說這個不參加那個公約的簽署 說絕對不退黨參選又不簽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亂局說真的 王金比今天所講的 其實我相信他已經看到了 7月15號 基本上國民黨一定會面臨一場很混亂的局勢 這個混亂的局勢因為有太多的因素 你說王金平最後是不是能夠跟誰去搭配 而完成了這一局也不一定喔 因為他現在是活旗喔 他這個活旗也就是說 未來哪一個人退黨參選 或是沒有退黨參選這一個人 會不會積極要去找王金平來合作 那王金平是不是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活旗 而且他這個活旗很重要是 我已經跟你提醒了喔國民黨 不是我沒有跟你提醒我跟你提醒了 他會混帳你又不聽 所以呢我這個上金下平大法師呢 跟你講的你不相信真的發生了 那他更有理由退黨去跟哪一個人去合作 這個就是王金平我相信他在鋪陳的所有的一個邏輯 OK